首先桶内倒入转化糖浆350克 花生油100克 碱水5克 凉水20克 然后开始和面 有机器的用机器和 没有机器的咱们用手搅拌 先将以前的原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倒入低筋面粉500克 然后我们先慢慢的搅拌 先搅拌成面絮 时候呢 随着时间的搅拌就成面团了 搅拌好面团以后 从桶内取出 没有干面粉即可 然后放进塑料袋 去除空气 密封醒面一小时 趁着醒面的时间 咱们来分馅料 首先将连绒 下的剂子是25克 蛋黄15克 加在一起40克 将馅料团圆 用手在中间压一个坑 然后放入事先烤好的咸蛋黄 咸蛋黄一定要冷凉以后才可以包 按照四平中的手法 虎口收拢法向上拢 拢好 拢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将所有的馅料提前做出来备用 面团就醒好了 将面团从袋中取出 用刮刀 然后下层剂子 每一个剂子咱们下的是10克克 做广式月饼皮和馅的比例是3728都可以 今天咱们按28的比例来给大家制作 左手沾上面粉防止粘面 然后右手拿住线心 推动 大家注意看手法 右手推动旋转 左手负折配合 慢慢旋转 到末端的时候不容易收口 咱们按照视频中的手法 虎口松拢法向上拢 拢的时候不容易露笑 包好即可 包的时候包均匀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将底部放入烤盘当中 用视频中的模具轻轻向下挤压 然后用手抬起 抬起以后推动向下 这个时候咱们的月饼就出模具了 如果做模具的时候 感觉有一些粘模具 咱们可以在模具当中撒上面粉 防止粘在一起 将所有的模具全部粗完 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喷上一点水 喷上水会让咱们做出来的月饼不容易干裂 上面的面粉不容易干皮 烤箱上火200下火180放入烤箱当中 关上门然后烤制10分钟 10分钟到然后取出月饼 然后晾凉以后刷上蛋液 刷好后继续放入烤箱 烤制8到10分钟 烤制两面金黄 咱们的月饼就做好了 月饼烤好后给大家说一个小窍门 咱们在烤好的月饼上面刷上花生油 刷上花生油不仅可以保持 颜色非常光亮 也会让月饼回软更加快 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点赞转发收藏加评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